7月4日艺人狗云会 姜若琳等一众美女在尖沙嘴海港城出席美妆品牌 全亚洲首间精品香水概念店的开幕里 美美的狗姑娘向大家展示了象征幸运的香水 并大方表示男朋友陆汉阳很喜欢她喷香水 不过前提条件就是 她其实还蛮喜欢我喷香水的 不过要喷她选的香水才可以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东西我都是交给她帮我选 狗姑娘的婚事也是大家十分关注的话题 而她也似乎读懂了大家的心思 就很开心和大家聊起了自己婚礼的进度情况 现在婚礼的进度其实已经出现了曙光 那就是日子应该是会在10月 就今年的10月 那我自己的婚纱也选好了 它是一件还蛮特别的 就它有一个前面还蛮性感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托尾 所以它性感又可以 可以性感又可以保守 就家人也好朋友也好 都可以欣赏这条裙子 有了性感华丽婚纱 10月举行梦幻婚礼 温馨浪漫的时刻也向狗姑娘频频招手 此时兴奋的她更向大家透露了婚后生育儿女的计划 那我自己在结婚之后 应该还要四年的时间才会去生孩子 就因为大家在生孩子的事情上面有共识 就想说生一个和自己生肖的 中国人不是常常会说要和生肖吗 所以可能会生一个和生肖的孩子 那就是需要四年之后 非凡娱乐香港报道